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环机作战 中国军人用28天的战争告诉世界 中国领土一寸都不能少 1953年出生的魏批强就是那场战争的亲历者 他和战友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中国军人 舍生忘死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精神 他们不妨入党初心牢记军人使命 为祖国的安定和谐书写下壮烈的篇章 祖国的旗帜上永远有他们血染的风采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老党员魏批强的使命故事 上个世纪70年代是参与者 到了年末就是1972年的冬季 我都迎人入伍了 这位胸前别着党灰身形挺拔 侃侃而谈的人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曾经参加过两次对月作战的老党员魏批强 1972年刚高中毕业的魏批强有着一个参军梦 通过积极争取 1972年11月 他的名字如愿地出现在了当年的新兵名单上 入伍后的魏批强表现突出 第二年就被党组织吸纳为一名共产党员 从入党宣誓的那天起 魏批强就把入党誓词牢牢地刻在了心里 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这是他成为一名党员的初心 也是他作为一名军人的使命 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打响 时任广州炮兵第一师 209团四连连长的魏批强随部队到达广西前线 参加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实战 作战是1979年2月17日早晨6点40正式打响的 其实我们正式接到命令啊 是在1979年的2月14日 1060 14时30分又下午2点半的 来接到了正式命令 这个只是传达完了以后 返回连队附地 要办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剃广头 这个剃广头不是为别的啊 主要是为了作战期间受伤以后便一爆炸 第二个呢 写医书 你牺牲以后给家庭有个脚带 第三个搞一个广容照 你牺牲了以后呢 这个照片呢 给医书一块大宝放在家里面去 这张照片就是魏批强的光荣照 没有亲历战争的人 无法想象战争的残酷 中越开战以后 攻打越南复合县城 越南查林广源搜脚站 越南高平市攻坚站 越南扣臀阻击站 每一站都是硬仗 当时魏批强不仅是连长 还是侦察组组长 他是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泡兵的眼睛 多次穿越最前沿阵地 可谓九死一生 越南复合之战打得非常残酷 开战第五天 魏批强带着两个侦察兵展开侦察 刚走出去不远 对方的炮火便铺天盖地清晰而来 也就是在那一天 魏批强被敌人的炮弹炸聋了耳朵 导致六级伤残 弹片它散步 基本上是圆轴式的散步 它杀伤半径比较大 我呢 被炮弹的冲击者 就压迫性 两耳 摘聋 我一避过去了 我这个牌张赵从暴 就把我拖在壳沟里边 又进卡刃中 又进行其他的不究措施 做人用呼吸等等 我苏醒过来以后 我第一感觉 或者是下意识的 你抓枪 这个枪啊 抓不住 这个浑身的肌肉啊 都是紧张的 那个时候我一睁眼 我感觉啊 我周边的空气 都是吃热的 我出现了一种 蒙的状态 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原计划进行三至五天的 对越自卫反击战 实际却打了28天 后面的20多天 战士们几乎淡尽两绝 饿得连猪食都吃过 越南农村里面 喂猪食料啊 其实这个猪食料里边 全是蛆 饿呀 我趴下都吃 我吃了以后 我首先感觉能吃 我才动员沾什么吃 那是可以这样讲的 这个太饿了 喝什么水呢 就喝到天地里边 牛体窝种里边的水 都漂浮着乙层为生物 但是那个时候太磕了 趴下都喝 你抬头一看 周边死人死牛死马死狗 什么都有 那叫臭气熏天哪 在那场枪林弹雨 艰苦卓绝的战役中 魏劈强亲历身边的战友 一个个壮烈牺牲 看着血染的战区 和四散的弹片 在那一刻 魏劈强切实感悟到了 共产党员的价值所在 可以这样讲 这个八个字 叫血战到底 惊中暴国 这是共产党的基本本色 因为我们共产党的入党 试词说得很清楚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为祖国和人民牺牲一切 这入党试词里面最后一句话 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作为一个连长 作为一个各地军人 你必须在战场上 要锻造自己 要用你的血腥胆气 为党和人民 做你应该做的这个事情 每每提起那段血与火的经历 魏劈强总是感慨激昂 因为那段作战经历 是他人生中 最激情涌动 青春无悔的岁月 岁月如烟 党性永存 退休后的魏劈强 自己制作课件 去各地义务进行红色教育报告 他说他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讲好这段中国故事 把中国军人的革命精神 弘扬出去 把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 传承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